第四十二章 新生考核 真的吗?小女孩听到激动的提议,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猛地站起身,一把拉住激动的右手,兴奋地雀跃道 太好了,大哥哥,你真是好人,我愿意和你一组 这小女孩的身高还不到激动胸口,但长得却是很漂亮 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充满了同志的纯真,毫不做做的兴奋之色甚至也感染了激动的心 激动微笑道,我叫激动,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嘻嘻笑道,我叫冷月,我可以叫你激动哥哥吗? 激动道,当然可以,我们走吧 看着激动带着小女孩过来,毕苏和卡尔是一脸惊讶,而其新生的眼神中却更多是幸灾乐祸 能够来到这里参加新生考核,这才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无疑是个天才 那些正式学员甚至都不会怀疑,如果她能考入天干学院的话,未来会成为阴阳学堂的一份子 但是,她现在毕竟还太小了 对于阴阳魔师来说,身体条件也同样重要 没有一定的体魄,就算魔力足够也施展不出什么强力的魔技 与冷月这样弱小的同伴配合,想要通过两贯正式学员的考核,岂不是没有半点机会吗? 这也是为什么先前没有人选择和她搭配的重要原因 激动没看到的是,在她们来之前,这个叫冷月的小姑娘曾经挨个去恳求参加考核的新生 希望能有人和她一组,被多次拒绝后才蹲在那里 她的委屈也正是由此而来 虽然,激动并不算如何英俊 但此时在冷月眼中,这个大哥哥却是最好的人 以至于两人过来报名的时候,冷月很是傲气地扬起下巴 看都不看那些参加考核的新生一眼 卡尔,丙火系,毕苏,丁火系,一组 你们将面对属性相克的人水系正式学员考核 激动,丙火系,冷月,鬼水系 啊,负责登记的正式学员抬头看向激动和兴奋不检的冷月 神色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听了她的话,激动自己也不禁暗暗苦笑 在五行相克之中,水克火,这是毋庸置疑的 水属性模式和火属性模式怎么配合 如果说激动的阴阳双火结合在一起 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剂效果 那么,它要是和冷月的鬼水系 也就是阴水系技能配合的话 恐怕一加一都会小于一 看来,这考核真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你们不再考虑一下吗? 也可以再等一些新学员重新搭配 水,火搭配,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恐怕,负责登记的正式学员还是很厚道的 看着激动提醒道 激动低头向冷月看去 顿时看到冷月那双大眼睛中充满了失望之色 两只小手在身前纠结,眼圈又红了起来 抬起头,激动道 不用等了,我就和冷月配合吧 我想,我的魔力可能要强一点 也给我们安排一位水系的学长如何 那负责登记的正式学员微微一笑 道,你倒是好心 不过,我必须要提醒你 考核的机会只有一次 他话音未落 冷月突然愤怒地抬起头 挥舞着自己的小拳头 道,我不会拖激动哥哥后腿的 你真坏,为什么要阻止激动哥哥和我一组 这个,那正式学员挠了挠头 有些无奈的道 既然这样,那就你们一组吧 给你们分配一位人水系的正式学员进行考核 十名先生,两两一组 分别站在五块场地上 冷月站在激动身边 抬头看着他道 激动哥哥,你相信我 冷月不会拖你后腿的 激动微微一笑 摸了摸他的头 道,激动哥哥,当然相信你 这样吧 考核开始后 你在后面伺机而动 我在前面挡住考官的攻击 冷月眨了眨眼睛 好吧 一名十八、九岁的青年来到他们面前 一身黑色净装 胸前有一个圆形的图案 上面竟是画着一个身形曼妙 周围有无数水波荡漾的女子 看不清形貌 但却给人一种迷离水波的感觉 冷月见激动目光落在那青年胸前图案上 低声道 激动哥哥 那是人水系的图腾天后 我们鬼水系的图腾是玄武 那人水系的正式学员 向激动和冷月点了点头 我叫骆清风 你们准备好了吗 激动上前一步 挡在冷月面前 向骆清风道 请指教 后面负责记录的学员 燃起一炷香 人水系正是学员 骆清风的眼神 瞬间就变得锐利起来 一层黑色的光芒 如同波纹般 从他身上荡漾开来 澎湃的魔力 瞬间在头顶上方凝聚 化为一顶白色的杨敏 出现在上方须旋 人水系的杨敏整体上 与丙火系 并没有太大区别 只是缅峰上的图案 是水滴状 缅环上的星是黑色的 骆清风的杨敏赫然有两风 有水滴烙印 正是两罐杨敏 同时两颗半黑色的缅星 横于缅环之上 赫然是一位二十五级人水师 在骆清风释放出自身杨敏的同时 激动也没闲着 红光闪烁 同样是白色杨敏 在头顶上方凝聚 在他那神索阴阳之法的控制下 只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种魔力 一贯两星 十四级丙火学士 激动背后 柔和的魔力波动 同时出现 一顶黑色的阴棉已经悄然出现在冷月头顶 他所释放的是 专属于鬼水系紫色的魔力 一贯半星 十一级鬼水学士 在十系中 人水代表羊水 如江河之水一般 一泻千里 而鬼水代表阴水 又名羽露之水 如果说人水是辉弘浩大 那么鬼水就是润物无声 骆清风带给激动的 是澎湃的正面压力 而在激动背后的冷月 却仿佛不存在似的 鬼水魔力悄然释放 淡淡的紫光凝聚 激动知道 这场考核 恐怕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要是冷月出手 或许还会影响到自己 水克火 火至强时 也未必就不能克水 更何况 他还有众多底牌 丙火魔力释放的同时 激动已经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别的新生在考核开始后 都八步的能够耽误一些时间 但激动却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他就没考虑过什么时间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击败眼前的对手 眼看激动朝自己冲来 人水吸落清风 淡然一笑 右手轻抚而出 头顶上的两关杨勉 黑光大放 三根黑色的水箭 凝聚而成 直奔激动当凶射来 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这三根水箭并没有剑尖 这毕竟是考核 不是生死搏斗 显然是手下留情了 黑色的水箭 带着冰冷的寒气 成品自行飞向激动 激动没有闪避 左腿快速跨前一步 最为娴熟的基准激烈阳士 已经一拳轰出 与洛青风 全身黑光闪耀正好相反 这一拳轰出的瞬间 激动身上的炳火魔力骤然消失 全部凝聚在拳头上 吃 拳箭碰撞 强烈的蒸汽生腾而起 激动只觉得 又全一阵冰冷 自身的炳火魔力 明显有被削弱的迹象 但他拳头上的魔力 却还是轰然爆发 炳火魔力 最强悍的就是瞬间的爆炸力 毫无疑问 烈阳士者来自于火焰君王的基准计 将炳火魔力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 骆青风看到激动十四级炳火学士的修为时 根本没把他当成一回事 养水克养火 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己修为又远在激动之上 他怎么可能有机会呢 但是 他那三根人水箭 就在激动的烈阳士一拳中 骤然消失 尽管激动的身体停顿片刻 但下一刻 他已经纵身而上 两人之间的距离 已经瞬间拉近到十米之内 好 骆青风赞叹医生 能被推荐到天干学院参加考核的 果然没有一个简单的 那看似简单的一拳 绝对是高级基准计 面对激动的正面突进 他也不再使用外放魔技 一步踏前 双手画掌同时推出 顿时 骆青风身上的黑光奔腾而起 化为一股股黑色的浪涛直奔激动而去 澎湃的人水系魔力虽然分散 但羊水属性也完全发挥出来 凭借着远超激动的魔力 骆青风这样做 无疑是要在属性上全面压制激动 不给他任何翻盘的机会 骆青风因为激动的烈阳士而惊讶 激动也同样暗暗吃惊 眼前这正是学员的魔力 还不如当初的刘骏 但看他使用魔技 以及在魔技的选择上 无不巧妙地针对自己 实战能力绝对在刘骏之上 魔力强度加上属性克制的绝对压制吗 激动眼中光芒闪烁 隐隐流露出一层紫意 就连他那一头黑发 在阳光的照耀下 也隐约散发出深紫色的光芒 令骆青风绝对没有想到的情况出现了 面对他那澎湃的人水魔力 激动并没有像他想象那样 停止前冲甚至后退 反而再次加速 身体威胁 又肩在前 狠狠地撞了上去 最为奇特的是 他原本散发于体外的火红色炳火魔力 竟然瞬间内敛 收回到体内 激动哥哥 小心冷月在后面惊呼一声 紫色的鬼水魔力化为一点 紫色精芒飘然而出 那一点精芒只有指甲盖大小 飞行的速度也并不快 但发出之后 冷月的小脸却是一片苍白 扑通一声 坐倒在地 轰 令全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是施展着炳火魔力的激动 竟然就那么 硬生生地撞上了骆清风 澎湃的人水魔力之中 更加诡异的是 激动虽然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但他却依旧是强行 从那黑色波涛中冲了出去 怎么可能 两名负责记录的正式学员 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但是 令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 就在激动撞开那黑色波涛的同时 冷月抛出的那一点 紫色精芒在地面上反弹了一下 滑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越过激动和骆清风发出的攻击 直接朝着骆清风头顶处落去 骆清风也同样没想到 激动竟然能够从自己的范围性魔技中冲出 要知道 这可是一个命中计 并不是基准计 而且还是终极的命中计 就在他微微发愣的同时 那一点紫色精芒已经落了下来 骆清风毕竟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虽然发现得晚了一点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抬起手 一拳轰出 那紫色是鬼水系魔力 他自然认得出 在他看来 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又只是刚刚凝聚阴阳免而已 能够有多大攻击力呢 随手化解自然是在正常不过 但是当他的拳头与那紫色精芒碰撞的一瞬间 骆清风立刻暗叫一声不好 一层刺骨的寒意伴随着紫色精芒的消失同时出现 刚刚接触的时候 他只觉得是一根尖锐的冰针 穿透了自己拳头上的人水魔力 紧接着 那冰针瞬间在自己体内爆发 化为千丝万缕一般扩散开来 强烈的寒意瞬间侵袭 穿过肌肤 骨骼 肌肉 直奔内浮涌去 突如其来的感觉 令骆清风大吃一惊之下 再也顾不上去 关注激动了 体内人水系魔力全面爆发 强行驱除那润物系无声的鬼水魔力 但这样一来 他整个人也僵持在那里 身上散发出的黑光不断闪烁 脸色更是变得苍白 一动也不能动 挤过那奔腾的黑光 激动没有半分停顿 十米的距离两不及到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头顶上的阴阳面瞬间发生了变化 原本纯白色的阳面骤然转化为黑白双色 双手燃烧着的柄火也随之变成了左蓝又红 柄丁双火 孙悠的蓝光如同闪电般斜斜的抠出 左手成爪 一闪而过 骆清风此时正在全力抵御那入体的鬼水魔力 无奈之下 只能用身体应当 本册完 作者 唐家三少